最近幾週所有的幣都一直在漲 有一種牛市開頭的感覺 那麼牛市時有什麼方法好賺錢呢? 歡迎來到庫可先生 我們上一集與大家分享一些牛市前可以操作 而且相對安全的操作方式 那今天要與你分享一個只有在牛市才會好用 而且相對低風險的操作方式 用的好的話基本上你可以說很難賠錢 那如果你是已經在幣圈待過一陣子的人 看到這裡應該也知道我要說什麼了吧 那如果你是新加入幣圈的人 這一集你一定要看完 是一個可以用少少成本就可以拿回高額回報的方式 沒錯!今天要講的就是ICO 那廢話不多說就讓我們進入今天的主題 走! ICO是什麼? 也就是Initial Coin Offering的縮寫 也就是上新幣的意思 那有時候在去中心化交易所 有時候會在中心化交易所 這就和股票要上市時抽股票有一點點像 而且在幣圈通常一個新幣上市都會以一個非常低的價格 舉例來說,帝安的Launchpad曾經上線過GMT 只要獲得份額的人就能夠以0.01美金的價格買入代幣 那開盤就直接是0.15也就是15倍 最高的時候來到了4塊錢 也就是開盤的大約400倍左右 或者是Selana在coin list上ICO的價格在0.22美金一顆 也就是說幾乎拿到份額的人都是10倍百倍起跳的收益 而這種方式也只有在幣圈的牛市才有可能發生 因為熊市時比較少項目方會進行募資還有開始新的項目 那麼ICO通常分為兩個種類 一種就是由存入的資金等比的分配 也就是說存入的資金越多獲得的份額也就越多 那這類型的比較像是職押挖垮 那另外一種方式就是抽獎券的形式 職押的數量越多獲得抽獎券的機率也會越高 那麼在之後就是有越高的中獎機率 那瓜分低價的份額 那麼今天你看到這個影片也可以說很幸運 可以馬上動手操作起來 直接體驗看看ICO的魅力 這次選用的是OKX平台 還沒有註冊的人可以使用影片下方的連結註冊起來 那註冊完後記得去身份認證KYC 還可以直接拿到空投獲得免費的代幣 那為什麼這次選用OKX的平台呢? 因為他們將在周三舉行這一次的ICO活動 也就是影片上片的隔天 而且限定台灣和韓國兩個國家的人參與而已 也就是這個獎勵的分母非常的小 那大家分到的收益也會比較多 以往像是幣安的空投 因為許多人都有龐大的資金 動不動一次舉行就好幾億美金在裡面 對於小資金體系的用戶來說都會比較吃虧 往往只能分得幾美金的額度 但這一次OKX有限制國家地區來開啟這個活動 所以好好把握 至於你可能是在中國或者是其他地區的人 也可以先註冊起來 說不定之後的活動也可以參加 那麼首先我們簡單的說一下規則 那基本上每一次空投活動都有它的規則 但不外呼就是直壓平台幣 OKX的OKB 那或者是BTC和USDT 那每一次活動都會改變 那假如說我們以這一次的活動為例 就可以發現我們有兩個不同的池子 BTC和OKB 那放滿的規則則是0.3顆BTC和200個OKB 那雖說不一定要放滿就能參加 但是我建議大家能放多少盡量放滿 之後你會感謝我的 那如果你手上都剛好有現貨的話 就可以透過OKX的首頁 左上角的點點再到Jump Start去操作 然後在這一個頁面我們點選了解更多 那到時候在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有BTC的 還有OKB的 那只要去看一下說 參與國家和身份認證這個OK 就代表我們兩天後 也就是週三的下午2點就可以開始參加這個活動 如果你沒有現貨的人 那今天我也會教你幾種方式可以避掉風險 如果你滿手USDT 或者是一些比較大資產像是BTC ETH的人 也可以利用借貸的方式去把資金搬出來 舉例來說像這次的活動剛好是屬於雙代幣的模式 也就是說你需要去借兩種資產來放 但借貸通常都會有成本 也就是說你會需要支付你值壓時間的利息 那通常BTC的年化都比較低 但是OKB的話通常只要有活動就會飆高這個年化利息 那像之前Suite的ICO就曾經飆到年化40%左右 那這就要看有多少人借款 還有池子內還剩多少的資產 那越少的話利率就會越高 不過後續會與你分享解決辦法 今天就讓我們進畫面 帶大家快速的操作一下如何借貸 借貸的話非常簡單 我們就點選下面的這個金融 然後點選這個借貸 那我們在這邊我們點選利息借幣 那這時我們要先去存入值壓物 那假設我們的值壓物是以太 那我們就按確認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選擇借款的幣種 那上面就會有最新的年化利率 那假設呢我們今天要借OKB 那我們一樣選擇我們的這個值壓物 然後在這邊我們就可以借出OKB 那當然BTC也是一樣的狀況 下方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這裡有個強平值壓率就是8.55% 也就是說假設你放1萬塊 那他達到了9855塊的時候 他會幫你強制平倉 那這時候你就會損失這個1.多%的點差 所以是還算OK 那當然如果你在借幣的時候 你會說我怎麼找不到BTC 你要去看一下 可能是你的值壓物裡面就有選擇是BTC 因為如果你的值壓物內有BTC的話 它是不會讓你借BTC的 所以在這邊要大家注意一下 那當然這個利率是每小時會更新 也就是說在活動期間這些利率有可能會飆升 請大家再注意一下 那假設呢我們現在要借1顆BTC 那我們就按繼續 然後他在這邊會跟你講說 欸我們值壓了什麼 新的利率預警的時候 也就是說他在89%的安全警報 他會提醒你 那這要等到BTC 漲到這麼多的時候才會平 所以我們就按確認 那要還幣的時候呢 也非常簡單 我們只需要點選下面的這個借幣管理 活期 然後在這邊我們按還幣 那在這邊我們直接點選最大 然後就按繼續 那就會還完了 那通常如果在整點的時候 他會需要在每個整點的5分 才能會讓你還款 因為他在計算利息 那就是這麼簡單 對沖 顧名思義就是 紅時間做多和做空 那麼要怎麼做呢 假設你今天只有滿滿的U 但是你又想獲得BTC 也可以直接去購買現貨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買了現貨就等於要做多BTC的意思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在同樣的 BTC USD7的合約交易對 我們去做空BTC的合約 建議槓桿倍數請放在5倍以下 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假設如果你準備了100U買了BTC的現貨 然後又同時準備了20U 做空了5倍槓桿的BTC 那這時候 多單和空單持倉數量一樣 那假設今天100U的現貨下跌了5% 就會變成95元 那麼你的合約空單就會變成105元 也就是說你把價格給鎖定了 而且還沒完 因為現在是正的資金費率 也就是說做多人每8個小時 就要得付資金費率給做空的人 也就是說這每8個小時 就能夠獲得一筆收益 以目前的資金費率非常高的狀況下 可以創造大約是32%的年化收益 不僅不需要付借貸的利息之外 還能夠賺一筆高額的年化 那雖說資費一直在變化 但牛市基本上都是正收益 那就讓我們進畫面 帶大家快速操作一下 那至於買賣現貨和做空對沖 其實我們只需要點選下方的交易 然後我們點選幣幣交易 在這邊我們找到BTC 然後輸入你要購買的BTC金額 那你可以說 欸為什麼我底下沒有資金 那基本上我們可以直接去畫轉 點選這個箭頭來進行畫轉資產 那好了之後呢 假設我們在這裡會需要買一顆BTC 那我會建議大家使用限價委託 那假設我們這裡就是43,800元 然後我們就限價委託買入 那上面要選擇買入 那好了之後呢 我們可以在這邊 往上就是在永續合約這裡 我們一樣就是使用BTC 然後我們可以輸入剛剛同樣價格 然後在這邊我們可以選擇你要的槓桿倍數 我強力建議不要超過5倍 因為你的資金需要放在池子內去放大約是5天左右 那如果在這段時間呢 BTC又暴漲了一些 那這時候你就要去加保證金 然後這邊我們會選擇一樣的BTC 然後我們就按做空即可 那它底下就會跟你說 欸你需要多少 那如果呢 這一次活動只需要0.3顆的話 這邊會看到你會需要2628U 才能去做5倍槓桿做空 那在右上角我們可以看到資金費率 它會每8小時湊合一次 那我們目前是正的0.029% 也就是說如果呢 在8小時後你這張空單還在的話 你就會獲得一些額外的資金費率 那通常新幣一旦分發後 它就會扣掉你帳戶所得的份額 轉化成新代幣 假如你放滿200個OKB 你可能會被扣掉一顆 然後那一顆就會變成低價成本的新代幣 而通常只要以上限 幾乎所有的項目方都會第一時間去拉盤 最好的方式就是在第一根K棒的時候把它賣掉 那基本上都會有很高的收益 然後後續因為大家開始慢慢的賣 也會有許多賣壓出現 這時候價格就會回落 如果真的非常看好這個項目 或者覺得自己拿的份額不夠多的話 也可以在這個時間點收回來 這樣還可以因此賺到一些差價 至於會不會漲回來 通常就是要看項目在做什麼 那如果是遊戲類型的很高機率是後續 如果遊戲真的起來的話 這個代幣都會往上漲 那記得大家可以先出本 繼續讓它飛 等到翻一倍之後再出一個本 那反正呢所謂的ICO就很少會破發 尤其是大家在情緒高漲的時候 通常我會建議大家如果資金充足的狀況下 用對沖的方式會比較有多的收益 那畢竟爽拿資費也是蠻香的 但是注意槓桿倍數真的不要開太大 那等到活動結束後再記得停倉就好 而且你本來就存有BTC的人 不僅可以以防現在的高價BTC下跌之外呢 還可以爽刷資金費率 至於懶得對沖想要借貸的人 記得持倉健康度不要借款太多 建議至少保持有80%的健康度 或者是更低 然後就可以在第一時間賣掉 雖說有可能會賣飛 但是以我的經驗來說賣飛永賺 那之後中間再收回來就好 然後真的非常推薦大家參加 畢竟這是牛式的特產 那基本上很難賠錢 那這篇服飾業配真心覺得大家可以爽刷一波 上一期OKX的ICO 如果塞滿的話第一時間賣掉 收益也都還會有2000美金左右 還是蠻香的 再更早期的Suite也是直接開盤10倍 就算放到現在還是有六七倍的漲幅 那麼如果喜歡這類型的經驗譚 或者是內容的話 也請給我們個讚 並且幫我們把影片分享給你身邊的好朋友 讓他在牛式也能夠尻到一筆錢 然後呢 還是要隨時關注一下幣圈新聞 我也時不時都會在Twitter上會發一些文章 還有庫可實驗社Discord也可以來關注 每週四晚上九點都會有語音互動和盤式分析 也別錯過 那今天就到這裡啦 掰掰 打算一下 打算一下 再按一下 來 October